大家好,我是王珀 今天这期我们讲怎么可以一眼看穿一个人 也就是尽快了解一个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一个你认识了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朋友 突然有一天啊你发现 哎,原来他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和我以前了解的不一样 你就会很困惑说 哎,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出来呢 所以今天啊 我会从人性的角度 让这个专门研究大脑的专家告诉我们 怎么可以通过他给我们介绍的那些个科学有效的方法 一眼就看穿一个人 而且同时吧 你还可以学到其他对你生活非常有用的知识 比如说 如果一个人啊 他非常的争强好胜 他很想把他的观点强加在你的身上 那么这个人也是一个做事非常冲动的人 还有就是 我们为什么走路的时候 一定要挺胸抬头 这个对你的生活影响比你想象的要重要的多得多 还有就是你怎么通过谈话就知道 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对生活啊 对事情负责任的人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想跟别人沟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要达到你一个目的的话 这个事情一定要面谈 不要通过什么邮箱啊 那个邮件啊或者是发的短信啊 来交流这件事情 那我们先就从最后这个问题说起啊 为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面谈 我们人和人之间啊 这个关于信息的交流 只有7%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 93%都是通过非语言来表达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的表情啊 我说话 这个语调啊 语音啊 我这个动作呀 这些个信息来传达的 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啊 你看我的时候 你说那个人他看起来就假 就言不由衷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嘴里说的话 有时候和我就是脑子里想的 我真实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所以你能看出来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 我通过发短信的方式 我通过写邮件的方式 告诉你的话 你就看不出来 那下面我们就用脑专家的这些办法 来尽快的了解一个人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跟这个人刚一开始接触 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人非常的强势 他非常想把他的观点啊 强加在你的身上 看我干什么 是不是我说的就是你呀 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那么呢 这个人他也是一个 做事会非常冲动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脑专家告诉我们啊 一个人如果你能够容忍 对方和你不同的观点 你一定要抑制自己的观点 你一定要有这种能力 这个抑制自己的观点啊 还有就是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如果想很理智的 很冷静的处理一件事情 你也要抑制自己的冲动 所以这两种抑制啊 是由大脑的同一个部分 管抑制的是同一个功能决定的 所以一个人呢 如果他不能够抑制自己的观点啊 他很困难的话 那么他也有困难 抑制自己的做事情的冲动 说到这儿 我再延伸一下 就是我们看见 有时候别人和我们的观点 不一致的时候 他非常强势的 想把他的观点加在你身上 特别是在网上喜欢喷人啊 喜欢攻击和自己观点 不一样的那些个人 你一定要马上转身走开 不要在他身上浪费你的时间跟精力 如果你一定要回应的话呢 你就说你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脑专家告诉我们了 其实啊 他们也在很痛苦的挣扎着 因为他们呢 不能控制自己的想法 他不能够抑制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所以对他们要有同情心 第二个凡是说话 喜欢用讽刺挖口语气的人 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人 因为凡是说话啊 用讽刺的语气 他暗含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一件事情没有做好 不是他的问题 是别人的问题 因为一件事情 只有是你的问题 只有是你没有做好 你才能够改进 你才能够把它处理好 也就是说 只有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他才是负责任的人 特别是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他谈到自己的前男友 前女友 前夫前妻 说起来啊 全都是对方的错 他自己一点错都没有的人 这种人你要格外的小心 咱们就假设 真的都是他的前男友 前女友 前夫前妻的错 但是 这个人他决定 跟他这个前面这些个人啊 结婚也好啊 交友也好啊 然后在一起生活了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啊 这都是当初他自己的决定啊 他该不该对他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呢 第三个就是 我们怎么通过假笑 来了解一个人 他背后真实的想法 我先说一下假笑 可能很多人能够感受得出来 这个人是真笑还是假笑 因为我们笑的时候 我们脸上有几组肌肉 是由大脑的不同的部位来控制的 比如说我们笑的时候啊 嘴角要上扬 然后颧骨要上扬 还有就是鱼尾文会出现 然后假笑的时候 都可以做到这几点 但是有一组肌肉 假笑的时候 这个肌肉啊 是不能够人为的控制的 那就是哈 我们眉毛和眉毛平行的 这儿有一组肌肉 它会 它要往下拉 所以啊 你看我们假笑的时候呢 这三组都动了 但是 只有这组肌肉 我要真笑你们看啊 才能够出现 想一想啊 陈佩斯的小品子 警察与小偷 这样你就能看出来是真笑啊 这块 这组肌肉是下拉 一个人要是假笑的话 就说明他背后 在隐藏着他真实的想法 还有他真实的感受 比如说 我想跟你说 你在同事面前叫我的外号了 我很不高兴 如果我说的时候啊 我脸上带着假笑跟你说 我说 请你以后不要在同事面前 叫我的外号了 我感觉到很不舒服 你以后不能够这样做了 我说这句话 他背后的意思啊 暗含就是说 我要跟你讲 你不可以再这样对待我了 我的信息是这样一个信息 但是我脸上的假笑呢 和我嘴上说出来的信息 是不一致的 我这个假笑 就展示了我内心 我是不坚定的 我内心是没有那么 真正的坚定的要求你 不可以这样对待我 第四个呢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谈到他的家人啊 朋友啊 同事啊 周围的人呢 用的都是非常赞许的 非常这个赞扬啊 肯定的口气啊 肯定的语言来描述的话 他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人 他也有上面那些个优点 如果一个人谈到他的家人呢 他周围的朋友啊 他的同事啊 就讲周围的人是怎么算计他的 对他是怎么不好的 用这种抱怨的口气的话呢 基本上他跟他们也差不多 他也会这么算计他周围的人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呢 他互相有这种吸引力的 这个负面能量会吸引负能量 这个正能量呢 会吸引正能量 第五个呀 就看对方的眼睛 这个眼睛太重要了 眼睛是心灵之窗啊 这个眼睛如果他 很平和的带着友善的这个眼光 他不停的注视你 这就表示这个人啊 他是喜欢你的 他是对你感兴趣的啊 不是那个紧盯着你啊 紧盯着你 他是有背后的可能不友善的 或者是恶意的这种想法 但是如果这个人的眼睛啊 他总是躲躲闪闪的 不敢和你对视 那就说明他在背后 隐藏着他其他的想法 或者是他有想法 不想让你知道 或者说这个人呢 他很紧张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陈佩斯和朱世茂演 那个小品 警察与小偷 那个里面的描述 非常的到位啊 你看一下那个陈佩斯 那个眼睛啊 他就是不敢看那个警察 那个朱世茂演的 他就是躲躲闪闪的 跟他说话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内心 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害怕 所以他眼睛就不敢直视对方 那如果一个人 他跟你聊天说话的时候 他眼睛总往别的地方看 哎 总是走神好像是 那就说明这个人呢 他可能对你不感兴趣 对你聊天的话 也不感兴趣啊 他可能在找机会 可以赶快结束这个 这个聊的内容 赶快走开 第六个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就明显的能看到 一个人他嘴里说的话 和他这个行为是不一致的 是相反的 比如说一个人啊 他说 嗯 我不信这世界上有鬼 但是 你们在经过那个 坟地墓地的时候 他就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我就是这种人 这时候你要信什么呢 你要看他的行为 你要相信他的行为 是他个人的真实反应 他内心的真实反应 我自己也很好奇 我一个不信鬼的人 怎么路过那些地方 我还是感觉到毛骨悚然 加快脚步啊 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才明白 我们人的大脑啊 一共有两种 对问题这个思考啊 最后形成你的观念的 这样的体系 一种是经过你的理性思考 形成的体系 比如说 我经过思考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鬼 所以我不信鬼 第二种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直觉 产生出来的这种体系也好 或者是信念也好 那我们怎么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产生那个观念 是直觉产生的呢 那就是 在你没有足够时间 思考的情况下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看啊 警察给一个人啊 放那个幻灯片啊 马上只有一闪 不到一秒的时间 让你判断这个人 你见没见过 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这时候 你要马上就 有行动表现出来 就是产生观念出来 这时候的 就是你的直觉产生的 当我们人的两种思维体系啊 产生那个 观念不一致的时候 比如理性是这样想的 但是直觉是那样想的 但是在行动 一定要采取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在目的旁边 一定要走过的时候 这个时候 那个行动就会听直觉的 所以我们就会加快了脚步 不理那个理性的那个观念了 这时候直觉反应导致行动 它才是我们内在的真实的反应 第七个 如果一个人啊 他平时总是那个 含胸缩肩 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时候就是说明这一个人啊 他对自己的观点 他都是不明确的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是不明确的 特别是我们看青少年啊 很多青少年开始成长 发育起来之后呢 哎 你就看他啊 开始就寒凶缩肩了 为什么呢 因为青少年这个时期 是人的一生当中 最有不安全感的这么一个时期 就是他的不安全感呢 最强 他时刻心里面都在担心 哎呀 我长得够漂亮吗 我有吸引力吗 别人是怎么看我的 我怎么融入这个社会当中啊 怎么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啊 这时候喜欢七强凌弱的这种人 他们就会选择这种 喜欢寒鲜苏辈的这种人 作为他们的猎物 那就像大自然中是一样的 你看那个豹子啊 他在开始追那个鹿群的时候 他先潜伏起来 他呀 在脑子里先揣测一下 哎 哪只鹿哈 看起来是最弱的 因为这样的话 他成功的几率就会是最高的 所以 现在反过来说 我们每个人 不管你内心真的是不是不自信呢 还是说没有安全感呢 最起码你要先挺胸抬头 不要成为别人的猎物 很简单 吸一口气 就停下来了 另外这个对我们人的生理健康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哈 我们人直立行走之后呢 就只有靠两条腿了 我们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两个地方 其实是先天的人的这个身体构造啊 是我们的弱点 一个是我们的脖子 颈椎容易出问题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腰椎 这两个地方是我们的弱点 你看啊 爬行动物 它是靠四肢在地上走的 这个四肢动物 它在地上走的时候啊 它很难变形 所以哈 它的姿势呢 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我们人啊 这个两条腿走路 站起来之后呢 我们很容易在沙发上 哎就缩下去了 或者是寒凶驼背呀 我们的或者是往前倾啊等等 我们很容易造成不健康的姿势 所以大脑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第八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跟你说话时候的姿势啊 如果这个人跟你说话的时候 不断的靠近你啊 哎 总是倾向你的话 那说明这个人呢 他是对你感兴趣的 因为我们人啊 一共有两种模式 就是我们和别人交往的时候 一个呢是 如果我们觉得是安全的 是亲近的 我们就会靠近一个人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环境对我们是危险的 我们就会远离逃离 所以哈 这就说到了我们的第二种 你看别人和你谈话时候的姿势 如果哈 他对你不是感兴趣 不是特别喜欢你的话 或者是他跟你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这时候这个人就会喜欢 这样插着胳膊 或者是插着腿 虽然他的哈 脸上可能点头 好像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如果他的姿势是这样的话 其实啊 这是一种防御的姿势 就表示他并不是真的同意你的观点 另外呢 就是模仿 这个模仿也是我们人类 还有动物啊 最早有的一种本性 比如说你看那个小孩生下来哈 他就会模仿他的妈妈 他妈妈吐舌头 他也吐舌头 但是模仿呢 我们只模仿我们喜欢的人 记住这一点 你就会明白了 如果一个人跟你聊天的时候 他模仿你的语调啊 模仿你说话的这个速度啊 比如说你快啊 他也快 你慢啊 他也慢 或者其他动作方面的模仿 说明这个人是喜欢你的 第九个就是你看这个人 他聊天的话题是什么 我们对什么感兴趣 就会把我们的精力 把我们的能量放在什么上面去 比如说一个人啊 他喜欢聊投资 喜欢聊赚钱 或者他喜欢聊旅游 开阔眼界 或者他喜欢聊 怎么享乐 平时怎么打麻将啊 怎么喝酒啊 这就是他生活当中 会把他的精力放到的那个上面 我们都喜欢找和我们 志同道合的那些个人交往 因为我们就可以一起追寻 我们很相似的 共同的那些目标 促进我们在我们追求的那方面成长 人生不管追求什么 没有对和错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要想 能够尽快的找到和你有相似 兴趣的人 能够把你的精力 把你的能量用到最有效的 你追求的方面去 那你就找和你的兴趣相似的人 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啊 我会把这本书的链接 放在视频的下面的哈 这个也有中文版 中文版叫人类的荣耀 这本书告诉我们啊 我们人类的大脑为什么这么大 我们比我们就是爬星的时候的大脑 大了两倍多 爬星的时候只有脑容量只有四百多毫升 现在我们成人站起来之后呢 有一千五百毫升 那是因为你可能都没有想到啊 那是因为社交的需求 可见社交的生活对我们人类的生存生命 是多么的重要 脑专家的建议对我们的生活 是有科学的指导意义的 我会把这本书的链接 放在视频的下面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对你有价值 还没有订阅的 欢迎你订阅 也欢迎你跟你的朋友分享 给我点赞 咱们下次见 期待